不要看他们外表高冷 高知识硬邦邦的样子 摩羯女的桃花比我们还要多 开什么玩笑 有时候我常觉得摩羯座 如果不要桃花 是你们自己不要桃花 或你们自己不相信桃花所导致 所以摩羯女到底是什么 转冷的桃花呢 我个人觉得摩羯女 你们真的把你们的聪明用错地方了 你们聪明过头的时候 你们就会常常去问 为什么 比如说你为什么他要来接近我 为什么他条件这么好 却喜欢我 当你太用脑袋 问了太多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越想越却步 也许习惯性悲观 平常能够保护你 比如说你做某件事 不敢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然后你就会更努力 更认真最后成功 可是在感情上 如果你习惯性悲观 有时候就会呈现不出 恋爱的时候的甜美 也不能够使得这段过程变得很愉悦 恋爱其实就是愉悦嘛 恋爱就是要浮夸一点嘛 如果你都不愿意去执行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一段 本来应该很活泼的恋情弄得死气沉沉呢 当然我知道要你放下心房比登天还难 但是你要对你自己很容易设下心房的这一点 要有所自觉哦 当你发现自己的防线又升高的时候 不妨告诉自己 防线 第二 我不得不说 你的择偶条件其实蛮高的 人是非常多样化的 所以择偶条件只是一个参考 当你把这个水平先设得那么高 然后最后它也未必能够达到你真正的标准 那你又何必阻挡了一些现在表现平平 可是其实它未来可能潜入无常的人种 所以咯 择偶方面请不要那么超现实 事实上摩羯是一个自律圣言的星座 不管是律人或律籍 所以你很多事情是高标准的 包括道德标准 所以这个人如果他不够负责 不够孝顺 不够认真 可能在你看来就是不值得尊敬 就会有各种的看不顺眼了 我个人觉得当你们更治愈一起来的时候 明明你是为事情好 看表情看起来很像那些 还有呢 你们也很可能会恨铁不成钢 这个恨铁不成钢 就会使你们变成各种酸各种骂 最坏的表现方式就是谴责自己的前任 那就会变成骂咯 那这种骂反而会变成一种负能量 比如说你会把一个不够好的前任说 他很烂很渣 然后非常没有原则 而你这种表现会让人觉得 你交往是不是就为了等这一切 可以好好彻底的骂对方呢 因此当你在骂前任男友的时候 可能也默默的阻断了你未来的桃花 把成功人士身上的十种特质 摩羯女身上都有 然后最后就败在感情 摩羯座的外表为什么会这么强硬呢 因为摩羯座觉得乐观或者是天真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们宁可过度的聪明 他们也宁可就是过度的自我保护 所以经常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表来包装自己 可是其实他们内在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他们经常处于一种阴阳摩羯 我这样做会不会失败 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所以其实摩羯座的这一点是很令人心疼的 你相信吗 当我们认定你是穿着Prada的恶魔 然后又忽然感受到了你内在很温暖 或者很脆弱的那一面的时候 这是非常反差萌的 这一点反差萌摩羯座可以好好的运用 会让你非常的阴影人味哦 摩羯女的追人 通常百分之九十的成功激励 你实在是让人看起来很难追 可是反过来你追人的时候 第一你看起来并不花痴 第二你相当的有手腕 根本不需要我教你 你比我有手腕多了 你们很懂得发挥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别人 而且这个魅力有时候也是因为你的工作表现而散发出来 所以它散发的很自然 那你跟老公是职场认识的吗 是 他是你的主管还是下属 同时 那你们关系应该会好很多 因为他在工作上他已经看到你的各种层面了 然后他还欣赏你 他还欣赏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摩羯座在工作上展现出来的那一面比较有魅力 因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个人坚持 会显得比较公平 然后也会显得比较好接近 因为是工作嘛 他们就会公事公办 然后会展现亲和力 那如果是个人 个人的话没有什么好展现亲和力的 个人就是我就是这样 所以没办法职场恋情就是这样来的 你们非职场恋情不可以 通常摩羯座的感情 会经过前面有一段昏头的过程 而昏头一过 你们理智就上线了 理智上线以后 你们就会开始各种评估 相信我一句 感情是不需要评估的 所以到了后续 感情的经营就变成一种互相的认识 所以给对方时间 给自己时间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理智杀死了你的感情 一旦成为人生伴侣 摩羯座也会把自己定位成 我要辅佐你更好 我们可以这么说 如果对方是以一种找员工的心态找你 你当然是对方的员工 但是对方不是啊 他是你的另一半 另一半就是平起平坐跟你很公平的角色 所以请你不要辅佐他好吗 你辅佐他的结果就是你每天都觉得他很笨 然后他很不努力 所以如果你是用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我们只是在人生的路途上结伴同行 我相信你会平衡很多 加油 喜欢摩羯男吗 木纳 无趣 花心 关于摩羯男的诸多都市传说层出不穷 不要说跟他暧昧的人搞不清楚 连跟他已经交往的人 说不定都觉得 为什么我还过得跟单身一样呢 摩羯男这样就是喜欢你 我们开始 首先 他不太可能真的主动 但他又很想靠近你 他很可能就会在社交网站上 Fan你的过去来看一看 因为他想多认识你嘛 因此也许 当你发现你好久以前的文章 好久以前的照片 他来暗散 那就表示他对你挺感兴趣的哦 那你就要主动回复他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可能就是来看我的过去 No 这就是一个超大的讯号 OK 他会偷偷观察你 偷偷观察就是 当你把头别过去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过来了 可是当你发现了 注意他的时候 他又赶快把头别过去 这就是有戏的表现 要知道哦 他会有角色扮演 他会借由 这是一个朋友的关心 他会借由跟你聊一个很无聊的天 但是聊很久 聊到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要跟你聊这么久 这都是他在告诉你 我对你蛮感兴趣的 我仔细想了一想 我可能错过了三个摩羯男吧 摩羯男有时候会有一种花心的感觉 因为他们觉得人生很苦 所以他们不想让周边的人也很苦 因此他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 有求必应对朋友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女的朋友也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摩羯的身边 常常阴阴厌厌的关系 但是相信我 即使他的大腿被人家坐了 他的心可能还是清纯的 因为他不好意思把人家赶下来 他们会将心比心 对人很好很大方 以至于界限都模糊了 其实摩羯座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吗 不 你错了 他非常的有界限 只不过他很大方 所以这个界限呢 他只要觉得 我守好我自己 那么别人怎么样 我管不着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那他才有资格管你啊 因此你跟摩羯座 非常非常靠近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他也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咯 他是真的想花心吗 我觉得前提应该是 想要对人好 而不是想要花心 你对他好一分 他会回敬你三分 但是你如果对他好三分 那他就会懒得理你了 没错 其实摩羯座喜欢 克服万难 所以最好你们在一起 舒服 但是要有一点难度 这还是要有的 不要完全的对他太好 你要当一个很有自己个性 带出去非常能够见世面 很体面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要保有你自己 你要非常的有自我的想法 这样子你在他心目中就会非常加分 其实我觉得摩羯男他会想要的是 人生的伴侣 这个很重要 不是因为你很美艳 No 你是要为他量身打造的人生伴侣 而一个摩羯座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需要有人帮他持家 还是他现在需要一个创业的伙伴 每一个摩羯男 每一个阶段的需求都不一样 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他很可能就会想要一个 能够照顾爸爸妈妈 也很孝顺的太太 所以当你要在摩羯男的身边胜出 那你就要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需求是什么 摩羯男做很多事情 他是不求回报的 因为他会觉得 这不就是分内该做的事吗 为什么要求回报呢 当然他不至于这么戏剧性地去说这个话 但是这就是他心里想的事情 因此他很可能默默地觉得 这好像是你要的 好 那我去做 他做的过程中他也不会觉得说 诶 我在做哦 你要称赞我哦 他并没有这样想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去事后发现 你才会知道说 他已经默默付出了 为你努力了 因为在他心目中最高等级的爱就是 为你负责 不要干涉他的工作 你可以辅助他 你可以关心他 但是不要妨碍他哦 因为工作真的是摩羯男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了 这不是他不照顾你 这也不是他不重视你 严格说来他不是不重视你 他是不重视爱情 他比较重视的是 努力奋斗 我们要让这个家有所成就 要赚很多的钱 要让你们很安心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爱了 老师有人说挑摩羯男的话 要挑年纪大的 要挑年纪小的 OK 我同意哦 我觉得摩羯男年纪更大以后 他会更圆融 比如说他就没有那么的臭脾气啊 或者是年少轻狂的摩羯 其实也非常的有自己的狂傲性 但是受过伤叠过胶的摩羯 我觉得他会更体贴 更知道怎么样收放他的魅力 他也知道不要那么的工作好 然后那个冷漠感也会比较减轻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个承载 所以摩羯男很容易被你变到 我惊心摩羯啊 你的惊心是在哪里 你搞不好也蛮容易变到那里 我惊心摩羯 所以摩羯座看我就是围她的死 好不好 我再胖都是围她的死 我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工作很认真 他们就会觉得 好像在你身上看到了 他们很认同的价值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 你也看得懂 那我也的确觉得 他们工作认真的都好好好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认同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 新作的小尝试 或摘新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那么我们应该 nêt识 更多 well